美国共和党参众议员还有两位的美军军官 一行有13人 在前天傍晚的时候低调访问台湾 昨天拜会的总统蔡英文 还有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等人 针对台湾当前的国防自我防卫状况 交换意见 随后就进入国防部 听取有关中共解放军对台威胁等简报 是由部长邱国正亲自主持的 但是因为这个相关的行程高度保密 我方还有美方都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法 但是这是首度由美国的官员来台访问之后 进入国防部也引发各界的关注 包括共和党籍参议员柯宁 十多名美国参众议员搭乘军机 在九号晚间抵台 隔天一大早就进了总统府 整个行程保密到家 连外交部都静悄悄的推说 全是由美国在台协会AIT协调安排 目前正值大楼召开六中全会 解放军又高调的公布 在台海进行联合警讯 十几点极为敏感 更何况台湾要在一二一八 进行莱猪公投 我们一直不知道 因为这一次这些参众议员来 或者还有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人 也被掩盖住了 所以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来的目的 或者到底来了什么样的人 尤其美国才刚提出台湾贺阻法 每年提拨二十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 以强化台湾抵御 大陆侵略与胁迫的能力 我们一定要买台湾所需要的 而不是说台湾卖给我们的 就是你要站在台湾的立场 而不是站在美国立场 美国参众议员四十八小时旋风式访台 当的还是海军C40A行政专机 九号晚间六点多搭乘军机 从马尼拉飞底松山空军基地 也让外界不免将美国国会议员访台 触碰中共敏感神经联想在一起 国民党更是要呼吁蔡总统 将美中台三方关系 以及美参众议员来台的原因 讲清楚说明白 记者黄家伟 李嘉瑜 台北报道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 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 他们备受期待的会议即将要登场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天 坚定誓言美方将会支持台湾 以其阻止中国入侵台湾的企图 好 这回是根据罚新社的报道 拜登从当选以来 都还没有跟习近平亲自会面 根据报道 两人最快就会在下周举行会议 而布林肯也指出了 拜登还有习近平很快 就会举行视讯会议 布林肯这回是在纽约时报 主办的活动上头表示 我们将会确保台湾有自卫的手段 因为这个目的是永远不让任何人 达到确实试图用武力破坏现状的地步 他也提到了希望能够提供台湾自卫手段 等同于最低最佳的威慑 以对抗任何中国可能考虑 采取的极其不幸的行动 美国国会的参众议员访问台湾 而且在昨天见了总统蔡英文 同时也到了国防部去听简报 当然引发大家的讨论 前立委郭正亮 他指出他个人的判断 感觉美国的军方逐渐有一些想法 要刺激大陆动手 两岸越早发生战争 对美国越有利 这个共和党提的案 即使通过他也是授权给行政部门 我听说拜登政府不太甩这个案子 反正你就提 我执政我就不启动 因为他基本上是要台湾提出相对 就是说你要提出一定的 一个军购的一个计划 然后我才融资你20亿这样 他是融资然后连续10年 是 另外一个是武装台湾法 那个就是跨党派的 那个就是直接给台湾30亿 他是从会计年度 就是每年 他只能够算今年 所以只有一年 他就是未来这一年 美国可以援助台湾30亿美元 买武器这样 所以事实上我们台湾也不缺这个钱 我们台湾事实上 随便一项大概就超过20亿了 比如说F16V MY2T战车 很多 很多都一项就大概就超过了 所以我觉得他主要还是一个表态 我就说 美国不分党派 都非常担忧台湾的军购不足 所以就是要听懂这个讯息 要read my lips 要听懂我的讯息 你们这样不够 虽然说 虽然说明年军事投资就有8000多亿 加上一些有的没的可能上兆 可是因为你过去荒废太久了 所以坦白说我们军购的项目 还很多都在排队 而且因为美国以前 他对防御性的武器界定比较严 所以以前有很多是没有卖台湾的 现在突然之间好像要放松了 所以现在就变成有一堆东西 台湾都还没卖 我随便举例 比如说空中加油机就还没卖 空中加油机绝对是攻击性的 是 就是你可以让你航程变远 对不对 F35 我是随便讲 所以突然之间 就会增大了很大的空间 而且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是美国 逐渐军方有一些想法 就是要刺激中国大陆动手 因为他觉得时间对他不太有利 什么 那他们是想要什么时候 他就不断的 越快越好 是这个意思吗 我跟你讲 胡锡进今天讲的话也很可笑 就是 人家说这个要彩线 胡锡进说 没有 他们是插边没有彩线 你这个也是在自我解释 所以当然人家就会开始讲 就是美国就不断给你彩线 比如说从一中开始 他就不断的彩线 那我们也看到 互不隶属出来了 对不对 美军在台湾也出来了 对 然后国会有两批人 各提了 台湾的威责法跟武装台湾法 然后军机又 行政专机又来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今天是 国防部发言人出来 来指责这个事情 昨天晚上 昨天就讲了 所以 我认为美国这些动作会不断 因为他认为 两岸冲突越早发生 对他越有利 我认为美国这些动作会不断